妈妈,你看,我做完书鞋了,那学校的 领到礼物了,领到奖品了 嗯,你看这书学校的,看这是学校英语的 Good job,点个赞 呀 还有字的啊,开心的 我还有得不着呢 还有很多小朋友没得着 嗯,还有很多left的gigi 这个就叫gigi Hello 在美国,哪一些外在特征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呢 第一条呢,就是牙齿的健康 在这边,小朋友从小长出第一颗牙齿之后呢 就要去看牙齿的牙医 保持牙齿的清洁跟健康 以及它的白皙 这个地方是Mexico的 对,Mexico的一种 国旗好吗 哈哈,我们在说国旗 Amerika flag 就是那个国旗里的挺好挺 你拿它哪 啊,你说这个位置都是国旗了 你说国旗是什么呢 我说不会说,我都挺好挺好挺好 我们的牙医在Chino那边跟Chino Hills相连接 为什么选择这个牙医 其实第2弯开车有40分钟车程 主要是因为我之前的牙都是在这里整的 然后这个医生呢,我也是非常的相信的 也是一个年纪稍微有一点大的 非常有经验的医生了 那我的小朋友呢,因为他们都是在中国 我带了6年,7年的样子 所以之前其实牙齿没有保护得很好 来这里才开始做一步一步的矫正 跟各种蛀牙的一些处理 妈妈,你也要我 你是蓝队的 本来想拍摄一些他们在整牙的一些过程 但是现在,看我已经大了 大让已经不能陪着进去了 就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英文还不好的时候 我陪着他们进去做个翻译 现在不需要我 这就是那个医生 看着给我整完牙,然后又给你们整牙 我整牙的时候带他们来的时候 他还坐在小婴儿的那个摇篮里面 用手提的 现在他们俩已经轮到了要来整牙的年纪了 所以时间过得真快 这一代一代人 医生也见证了我们的成长 我这个相机刚才我拿着在录影 那个牙医的助理走过来 墨西哥的一个小伙子就问我 我的相机是不是索尼的FX3 然后在他们玩摄影的人眼里 我这个相机真的是非常顶 非常专业的 不过这也多亏了李斐的推荐 今年洛杉矶的天气实在是太奇怪了 现在已经马上六月份了 我竟然还能穿着这样的卫衣出门 像往年的话应该在三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变成夏天的感觉了 而且今年洛杉矶这么多 现在外面又开始下起来 你还是很奇怪 对 这样 你放手 你还是很奇怪 我还是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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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体态形态的一个健康 在这里不会去一味的追求 非常地瘦 而是去追求一种体态上的紧实 像很多创业者 精英 哪怕工作再忙 也会腾出时间每天去健身 保持自己良好的一个精神状态 那像现在我们团队的小伙伴 每周都相约一起去健身 虽然都是比较初级的健身者 但是大家在一起比较能有 坚持下去的动力也比较欢乐 而且我很喜欢这种团队的气氛 大家不仅可以一起工作 也可以一起让自己的体态变得更加的好 今天这一期视频分了好多天来拍摄 那我现在在 Mountree Park 蒙特利公园 我们一个即将要上设的新的listing Mountree Park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华人区 那它也是在所有华人区里面 离市中心最近的一个城市 离Downtown LA 所以呢很多在那边工作的人 可能会选择这个区域 这边呢同样也有很多老移民居住在这里 因为这里有非常多的华人的生活配套 华人餐馆啊超市啊等等 看医生也是非常的方便 因为室内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好完全的布展 所以呢就先不暂时对于大家来观看了啊 但是我们的后院 刚才Station公司的人也说 前面看起来没感觉到后面竟然能有如此的世外桃源 真的你可以看到它桃树啊柚子树啊金桔啊等等 然后这边大大的景点 看这里 对于喜欢在院子里种一些花花草草和果树的朋友们呢 这里绝对是一个现成的世外桃源 这个戒指是不是很酷 好像戴上之后就可以 哎呦拿出来 可以监控你的健康 然后就像这个 这里面有这个监控 可以监测你的睡眠 然后你的健康情况 是不是很酷 我就喜欢这种新科技的对手 那你给我带一个吧 那在BestBed呢如果买贵重的东西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所用的这个相机 还有我的这种手持器 比较贵重的时候呢 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买一个叫做TotalTek的东西 其实就相当于BestBed的一个会员保险 那一年的年费呢是加上税一共是215 那如果我的相机或者是我买的这些电子器械 产生了任何的问题的话 我都可以无条件的拿回来换一个新的 那么我们所追求的外表的第三点就是肤色啦 这里完全没有任何跟种族有关系的话题 而是就我个人来讲 我从小就被人叫做小黑妞小黑妞 终于现在没有人再这么叫我了 而变成了大家都比较喜欢的小外肤色 同样对我两个女儿也是 我家老大呢皮肤比较白 老二呢肤色就深一点 因此呢老二一直被这个问题所困惑 所不开心 但是我相信在不久他也会喜欢这种肤色了 那为什么欧美人一直追求这种小外肤色 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会显得人既有钱又有钱 有时间去度假晒日光浴 不过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我们不仅要追求外在的健康 我们也要追求内在灵魂的有趣 那我是昆尼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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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